黃真輝這位豬隊友 不虧是這個叫做豬隊友 因為他過去很愛寫部落格 部落格叫做百渡黃河 他有好幾個部落格 所以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叫做百渡黃河 百渡黃河其實有一篇 第三十二篇叫《反抹黑》 這個文章其實黃真輝貼出來 沒多久就下架了 因為這裡面有簽證太多犯罪證 大嘴巴就大嘴巴在這邊 黃真輝在這段寫說 他是軍火前客 還很臭大 或許你會懷疑可能沒薪水嗎 這工作完全不必上班 幾個月才需要到 來囉 犯罪證據來囉 幾個月才需要到 海發中心打聽一下進度 事情少到無法再少 推掉說不幹 沒道理 我們退降可以幫外國軍火商 定期到海發中心 打聽潛艦的進度嗎 這不是謝秘案什麼才是 謝秘案